三大运营商一到过年最赚钱 移动联通还有电信 因为到过年你们都发短信了 拜年呢 他一天净赚十个亿 但是微信一出来 他们的业务就下降了 所以什么叫跨界呢 所以一辆跑车 以280麦的速度跑得太快了 太快了失控了 一头扎进了水里 撞死了正在水里的一条鱼 那个鱼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在水里会被车撞死 所以我告诉你 未来把你干掉的根本就不是同行 你知道吧 就叫跨界 所以老板不学习一定会被淘汰 女人不学习也会被淘汰 男人不学习更会被淘汰 穷人有个逻辑 很可怕 他经常说我没钱我创啥业 富人的逻辑正因为我没钱 所以我要创业 穷人有个逻辑我失败了怎么办 富人有个逻辑 万一成功了呢 你看完全思维模式不一样 穷人的逻辑很可怕在哪 他还没创业 他说我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我就问他一句话 大哥你现在很成功吗 一个根本就没成功的人 天天在担心失败了怎么办 这个逻辑很可怕 你们有没有发现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穷人骑着电动车 到银行去存钱 富豪开着奔驰到银行去贷款 这里边背后的核心是什么 背后的核心就是思维模式的不同 穷人老认为钱是攒出来的 但是富人认为钱是挣出来的 一样不一样 我没有见过一个富豪是靠攒钱 攒成富豪的 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 一个人经常攒钱 不敢花钱 背后的核心就是对自己骨子里的不认同 他说一句话 万一钱花没了怎么办 他说不行 我得把钱花在什么 刀刃上 我得把钱花在刀刃上 这话说了三十年 三十年以后得了一场病 到医院里 然后手术 真把钱花在刀刃上了 这一辈子白忙活 今天搞笑视频群社区 微信搜索ETT799 ETT799 再点击搜一搜 ETT799 关注后进内部群 每天看视频